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2018年5月5日早上一架值18舰载直升机成功,在即将出海海市的国产002航母上进行了起降, 尽管只停留了短短的5分钟,但却足以证明这艘国产航母距离服役又迈进了一步, 因为这架值18很可能是通过002型航母指挥的舰的,这就意味着国产航母的完成度很高,而且很多功能已经具备了, 如此一来002型航母的海市和形成战斗力的过程可能会被压缩, 中国或许在2023年之前就能够拥有两个具备战斗力的航母编队, 直18是中国在直8的基础上全新研制的一款第三代中型运输直升机, 尽管其外形上跟直8很相似,但内部系统已经全面实现了国产化, 并根据中国的作战需求,进行了一定的优化, 例如直-18不仅大面积使用复合材料,而且使用发动机全权线,数字控制系统,综合航电系统等先进技术, 而且在制造过程中也使用了数字化设计,制造来及大提高飞机的安全性能, 可以说直-18在性能上已经远性能远超之前的直8系列直升机了, 值得一提的是民用版本的AC313都已经飞越了海拔8000米的高度, 可见其军用型号完全能够满足高原山壁运输和作战需求, 同直8直升机衍生出多个型号一样, 直-18在出现不到6年的时间里也发展出了直-18反潜型, 直-18运输型,直-18预警型等多个型号, 而且已经同10列装了中国海军和陆军部队, 可以预见的是直-18将成为中国国产直升机中应用最广泛的一款, 而直-18能够降落尚未出海海市的国产002型航空母舰上, 不仅证明了中国在为这艘国产航母培养相关人员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 而且航母上的通信、导航等相关辅助设备, 基本上已经可以满足舰载机的起降任务了, 也就是说有了辽宁舰做铺垫, 中国首艘国产航母能够在海市和服役后形成战斗力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缩短时间, 从而让首艘国产航母尽快形成战斗力, 要知道的是辽宁舰服役五年多才具备了一定的战斗力, 其中很大一部分时间还要用来为首艘国产航母培养人员, 而且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为首艘国产航母配备的人员, 包括舰载机起飞助理、信号控制、甲板调度、后勤补给、通信指挥、 甚至是舰载直升机、舰载固定翼飞机等飞行员, 可以说都已经提前开始训练了, 届时首艘国产航母海市可能仅需一年时间, 服役四年左右,就能够再初步形成战斗力了, 也就是说中国双航母编队形成战斗力的时间或将提前, 在2023年之前, 中国很可能就已经拥有具备强大战斗力的双航母编队了, 本文有火器营原创,抄袭必究,图片来, 优优优独播剧场——